今天咱们先来说说历史上哪个皇帝武功最高 这很多影视剧作品里面都把皇帝描述成深藏在深宫内院的武林高手 这当然都是编的 但是在历史上确实还真的有不少武功高强的皇帝 比如赵宽印 宋太祖赵宽印一条棍棒横扫十四周 打下了一个大大的宋朝 不过今天咱们不说赵宽印 而说的是另一位开国皇帝 那位的武功也不错 这要说的这位啊 就是南朝刘宋开国皇帝刘裕 这刘裕啊 也是出身贫民 早年间砍过柴 卖过草鞋 这个和刘备差不多 没钱了 实在过不下去了 去赌博 啥活都干过 这样说起来啊 这个刘裕他的祖上 这也挺不错 也挺高贵的 就是大名鼎鼎的汉高祖刘邦的弟弟 刘娇的后代 但是到了刘裕这时候啊 家里就穷得一塌糊涂了 而且刘裕啊 命苦 刚生下来没多久 他妈就死了 这父亲居然因为养不起他 差点没把他给丢了 好说歹说 算是把他给留下来了 后来过了不久啊 这父亲又续了个弦 又娶了个老婆 这后妈又生了两个弟弟 可是过了没多久 他父亲也死了 呵 这么早以来啊 这在别人眼里看来 这哪还有刘裕的活路啊 是吧 这时候这小孩才四岁 那后妈还有两个弟弟 哪会管他呀 可是啊 别人都想错了 这个后妈呀 就是刘裕的这个继母啊 真不错 啊 对刘裕好 那是简直比自己的亲生儿子还好 这继母啊 为了刘裕 竟然在老公去世以后 不改嫁 含辛茹苦的就抚养这三个儿子 啊 这不是刘裕一个吗 虽然不是亲生的 也就是他儿子啊 还有两个亲儿子 是吧 三个儿子 这白天干农活 晚上编草鞋 这刘裕打小啊 就帮继母干农活 也编草鞋 出去卖草鞋 上山砍柴 下河捕鱼 卖钱补贴家里 这孩子啊 也打小懂事 穷人家出身的孩子 哎 这刘裕 这身体还不错 茁壮成长 身体味棒 哎 长得还不错 啊 而且特别爱好习武啊 擅饰刀枪棍胖 为人也特别豪爽 后来啊 刘裕慢慢长大了 长大以后啊 就开始 有些想法 刘裕就觉得啊 你看像这样的 天天这个苦干啊 这个死干苦干 可是家里还是穷得一塌糊涂 这不是个事啊 这怎么能啊 翻身呢 是吧 怎么能过上好日子呢 刘裕这时候啊 也听到一些小套消息 这个传说啊 他出生的时候 这家里 是霞光万道 啊 这就是天生异乡啊 而且据说 祖坟风水特别好 那就代表着后辈 有希望啊 后代人有希望 还有一次啊 刘裕有一次在一个庙前的石头上睡着了 哎 这时候过了一个过路的僧人 据这个僧人所说啊 这个从这个庙前一过 突然看到这庙前盘着一条龙 哎 这就发现刘裕在上面睡觉呢 就断定 此人日后必定啊 不得了 这些消息传过来啊 这让刘裕的心里就不平静了 觉得自己觉得 自己将来也是肯定大有所为 是吧 从此之后啊 就琢磨着怎么能够啊 翻身呢 能够啊 有条洁净脱贫致富啊 这后来啊 果真让他找到了一条路 什么路啊 就是赌博 赌博 也没办法啊 毕竟这年轻人不懂事嘛 他觉得赌博能发大财 哎 一开始还真挣了点小钱 可是这咱们都知道 这赌博啊 一开始为了引你入局 肯定得先让你尝点甜头 那接下来 那就看你 你往里面送钱了 这刘裕就是这样 这后来啊 就经常输 输了又想捞 结果越陷越深 家里越来越穷 时间一长 街坊邻居都瞧不起他 这刘裕啊 就开始 一个人独来独往了 没人和他在一块了 就很孤独啊 在这个时候啊 也只有他的那位继母 对他好 在刘裕十八岁的时候啊 继母想尽一切办法张罗着 给他娶了房媳妇啊 是当地的一个姓藏的 一个公草的女儿啊 什么叫公草啊 用现在的话说啊 就是这个县里人事局的一个 普通工作人员啊 差不多吧 算是一个这个小干部 人事局的小干部 这个家里姓藏啊 有个女儿叫藏爱亲 哎 从此之后啊 这个名字 真的就上了史书了 和刘裕琪就上了史书了 因为她是刘裕一生 共患难的老婆 这个藏爱亲是个小家碧玉 温柔娴熟 嫁到刘家之后啊 面对家里这个 这么穷的这个状况啊 面对不大干活啊 整天爱赌博的老公啊 这丧爱亲呢 依据怨言也没有 下地干活 操制家务 伺候全家 好言好语的安慰老公 哎 简单能凭上这个 中国好媳妇了 是吧 看到家里这个揭不开锅啊 这刘裕也急啊 这有一次刘裕 别的没办法了 就去岳父家了 找岳父啊 找老岳父 想张张嘴 借了粮食 结果啊 这岳父 噼里啪啦啊 就是那个 在县人事局 当干部的这个岳父啊 就劈了啪啦 把他损了一顿 把他给轰出去了 这外人呢 也是视里眼 看着刘裕贫困潦倒 而且也不争气 不干活啊 就经常有事没事的 讽刺挖苦他 在这个时候 也只有他老婆 撒爱亲 理解刘裕啊 认为这个刘裕啊 我老公那不是一般人 他不干活 那是有原因的 他是大丈夫 大丈夫要干大事业 哪能干这种 普通人的活呢 有远大志向啊 刘裕在外面 赌博赌输了 家里每米下锅 这妻子啊 就卖自己的首饰 刘裕看妻子太难了 决定啊 最后赌上一把啊 来把大的 这个这个翻本 如果能转过来 那就彻底翻身了 结果啊 这个借了好多钱去赌博 没想到一下子 光当全砸进去了 这家子全赔光了 还不够 还欠人家 据说是好几万文钱啊 不是好几万两 好几万文啊 这个刘裕没钱呢 这不是说不还 他确实没钱 也还不起 结果让人家 债主给堵上门来 把他给绑到树上 一通爆打 要不是说吉人自有天象呢 这正挨打的时候 突然哎 哎 有一个过路的人 看到这一情景 然后看了看 觉得刘裕这个人很不一般 于是啊 就主动的替他付清了赌债 哎 欠几万文啊 行 我替你付了 呵 你看 这命多好 再往后来 这刘裕 也确实在家里混不下去了 这没办法了 想来想去 干脆出去闯闯吧 反正在家里 明显也待不下去了 出去 或许还有一条活路 是吧 老话说的多好啊 人挪活 树挪死啊 怎么中国人 不是有句老话说 走运吗 是吧 什么叫走运 出去走走才有运气 你不走 你光在家里待着 哪有什么运气 所以说 如果您要觉得 这个自个这段运气 不是太好 这个 那就别在家里待着 还是要出去走动走动 哎 这走来走去 保不准 就能碰上什么好事 哎 这运气不就好了吗 这刘裕出门之后啊 就从了军 就当了军人了 哎 这条路还真走对了 因为你看 他身强体壮 而且一身武艺 武艺还不错 穷苦人出身 能吃苦 还有赌徒经历 所以说啊 在战场上敢拼命 敢冒险 敢 险中取胜 别人不敢打的仗 他敢打 再加上 这脑子也比较聪明 在出道的几年里啊 是立了不少战功 这就从最下层的士兵 当上了 哎 军官了 话说这一晃就十几年 公元三百九十九年 刘裕三十五岁的时候啊 已经是一个终极巷领了 当年十二月 他的上级领导啊 就派他带几十个人 去了解敌方的军情 结果没成想 被几千名敌人给包围了 这刘裕手下的人全都战死了 这几千人追杀他一个人 此刻刘裕是悲从中来啊 这好日子还没过呢 是吧 这就要死了 这想来想去 突然 这个浑身爆发了无穷的力量 大叫一声 手持钢刀 就冲进敌人阵营之中 连杀好几个人 然后啊就犹如天兵天将下凡一样 这据史书记载啊 这杀了几千名敌人呢 是死伤无数 争相逃命 自相践踏 等到援军赶来的时候啊 目睹刘裕丹人啊 这简直是如同长枪赵子龙啊 在曹营之中杀了个七进七出 这比赵子龙还厉害 一个人单挑几千个人 而且把几千个人 给杀了屁滚尿流 这场面是何其壮观啊 据说赶来的援军啊 情不自禁的从马上蹦下来 然后大家一块儿欢呼鼓掌 所以啊 刘裕是一战成名 成为了军中最有名的大将啊 身为当时领导人所看重 当然了 这一段刚才所说的 都是史书上记载的 究竟可能性可信度有多大 您自个儿颠量 实话实说 一个人打几千个人 这个可能性毕竟还是 是吧 除非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他拿的机关枪 估计还差不多 你否则在古代冷兵器时代 你再猛再勇 一个人打几千个 夸得有点夸张 有点过分了 不过啊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也证明了 刘裕确实是这个胆量 胆量不错 胆识过人 武功确实是比较高强 要不然咱们一开始说 这个刘裕是古代皇帝中 武功最强的一个 是吧 可能连赵黄义还 未必比得上他 你看 别的不说 就凭一个人单挑几千个 这历史上 也真的没人做到 继续我呀说 刘裕深知自己的弱将呢 是没文化 要建功立业 必须要以武功论成败 所以啊 在之后的几十年 刘裕一直在东征西战 战功赫赫 大名鼎鼎 这官啊 也是越做越大 公元四百一十年到四百一十七年 刘裕北伐 先后消灭了南燕 后勤等政权 夺取了北方的广大地域 还有长安洛阳两大古都 当时啊 当朝皇帝是东晋公帝 晋公帝为了表彰刘裕的功绩 下诏封刘裕为王 为宋王 再往后来没多久 这个晋公帝啊 就干脆尚未让给了刘裕 啊 这是我不当皇帝了 还是你来 这天下有德者居之啊 啊 所以说这个请您来当皇帝吧 就这么着 五十七岁的刘裕 登上帝位 到此 晋朝 灭亡 刘宋 开国 改国号为宋 建立了南朝最大的刘宋王国 这刘裕啊 就是开国皇帝 宋武帝 到此啊 刘裕终于是屌丝逆袭 大获成功啊 是吧 从一个这个 小混混 小小赌徒 就混成了一个皇帝 那还得了 是吧 胜者王侯败者贼啊 最后再多说一句 这刘裕啊 当上皇帝 但是心里还是有一点遗憾的 什么呢 就是 他的那个老婆啊 妻子 藏爱亲 是吧 还记得这个名字吧 藏爱亲 很遗憾啊 没有等到老公称帝的这一天啊 因为这个贫困和操劳 48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12年之后 丈夫登基 这宋武帝啊 刘裕 够爷们 不册封皇后 把皇后的位置 永远留给他的这个 原配的妻子 藏爱亲 而且册封特别 武敬皇后 如果你翻开史书的话 你就会发现 这个武敬皇后 藏爱亲 也是历史上 唯一的一位 没有进过皇宫的皇后 没有进过皇宫的皇后 没有进过皇宫的皇宫的皇宫